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进入到成吉思汉本人了 成吉思汉率领了蒙古铁骑建立一个横跨欧亚的一个巨大的帝国 那么这位英雄他的童年是怎么样的呢 他是怎么样成长的呢 成吉思汉他出生是在蒙古部的一个贵族家庭 贵族也就是他的祖先是坐过蒙古部的首领的 他的武士祖我们前面提到的敦币呢 和他的曾祖父赫布勒 都坐过蒙古部的汉就是最高领导 那么他曾祖父的叔伯兄弟 这个安巴海也坐过蒙古部的汉 这个草原的文化传统和我们农耕汉族地区是不一样的 汉族地区农耕因为民族的人的移动性比较小 所以有比较稳定的社会秩序 特别是这个家族政权皇位的继承制都是稳定的 我们汉地简单一句话就是敌长子继承制 甚至一个孩子都能做皇帝 只要他是先皇帝的这个皇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 他就能做 这就是稳定的 草原上不行 草原社会流动性比较大 你争我夺 所以草原上呢 是强权控制的这样的一个社会 那么因此呢 一个贵族 一个可汉 一个汉 他的后代 谁能够继承父亲的位置 那是不一定的 谁最勇武有力 谁就能继承 那么因此呢 成吉思汉 他的第五代 前五代族 敦米乃 他的第四代族 这个 他的地在何不得都做过汉 但是他的爷爷 没有做 巴尔坦 没有做 他的爷爷只有一个称号 就是巴托尔勇士 也就是他的爷爷啊 在带兵作战很勇敢 他都没有这个 这个才能或者某种原因 我们今天资料没有了 他只是一个巴托尔 他是一个勇士 战争中间冲锋陷阵 被大家都知的公认的勇士 那么他的父亲 那么他的父亲 也说该 两代 他的父亲也叫 知乎者也的也 速度的速度 该就是应该的该 他的父亲 头衔也是巴哈托尔 也有父亲 都和汉位 这个没有发生关系 而这个汉的位置被他们家族的其他的贵族 其他的后裔所占据 那么他的诞生地呢 在今天的蒙古国外蒙 蒙古国的阿嫩河河边 当时叫做沃南河 他的小成吉思汉 是他称了汉以后的称号 大家都叫成吉思汉 但他是有自己的名字的 他叫什么名字呢 他叫铁木针 可能大家看过社雕英雄传 钢铁的铁木头的木 真假的针 他这个名字 是他在诞生的那个时候 他的父亲耶稣该 正在同我们刚才讲的 胡伦贝尔 今天的内蒙胡伦贝尔地区的一个重要的部落 叫塔塔尔布正在作战 把塔塔尔布给打败了 打败以后他的父亲 俘获了塔塔尔布一个很重要的领袖 名字叫铁木 葡哥 也是 铁木针的铁木 护铁木针的铁木 肴铚铺 铁木针的爵戈 那么为了纪念这次战争的胜利 他的父亲就给他记名叫铁木针 就是这样起的名字 那么当然后代的史学家 说他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个英雄之相 出生那个小手中间握得凝固的血 握得一团凝血 当我想在出生的时候母亲身上出的鞋 手上有点血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后来的史学家把他说成是一个 将来能够成大气候的一个英雄之相 那么他的家庭呢 他的父亲是一个贵族 在他的九岁八九岁的时候 蒙古人是实行我们叫做纸配婚姻的 他的父亲就要给他找未婚妻了 就带他到今天的辽西地区的 这个洪基拉特部中间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贵族 名字叫德 道德的德 德或者叫特 德诺言 诺言是贵族的称谓 或者特诺言到了家里去 那么德诺言呢有个美丽的女儿 叫做博尔天 这个女儿 说你的女儿就许给我们家铁木真吧 他们两家就接亲了 那么这个成吉思汉呢就住在 这未来的这个岳掌家人生活一段 铁木真八九岁就曾经送到 辽河流域地区 辽西地区去 那么铁木真 他的父亲耶稣该 再往辽西地区这样往来的过程中间 孩子在外挺不放心的 那么就路过了 他曾经所打败的塔塔尔人的淫团 塔塔尔人发现了他 假装好意邀请他喝酒 在酒中间下了毒 当然不是那种很剧烈 当场就会死亡的 当他回到家里以后呢 就不行了 被他让人 他知道自己中毒了 所以请人到这个红吉拉特部 他的铁木真的岳掌家里 把铁木真叫回来 铁木真见到了自己父亲最后的一面 当时他才救赎 耶稣该除了铁木真以外 还有其他几个孩子 那么就成了一个 家里没有壮严难盯的 这个一个贵族之家 所以是非常艰难的 艰难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蒙古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各自不同的贵族 那么他们家族的不明 他们的属民就跟着其他的贵族跑 其他贵族更加有势力 跟着跑 他们这个家族呢 只剩下 只剩下他的母亲 波尔天 和耶稣该的另外一个妇人 一个妾 这两位夫人 再加上 这个几个孩子 牲口只有多少呢 只有九匹马 这么一点点牲口 虽然是一个贵族身份 但是生活非常艰难 靠这个 这个程吉思汗的母亲 支撑着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地位的落差 他的爷爷一辈曾经 曾祖父做过部落的汉 曾祖父的父亲也是 整个部落的最高领导 万人之上的这样的人 那么到了他的 这个爷爷和父辈 开始慢慢的衰落 到了爷爷 就是巴尔潭和他的父亲 爷爷慢慢开始衰落 他的父亲死了以后呢 这个家庭就 可以说是跌落 跌落很贫困的地步 但是呢 草原的牧民 有很强的适应性 他们就适应了 这样一个角色 我们从蒙古密室中间 可以看到 陈吉思汗 这个带着弟弟 13岁的时候 就带着弟弟 到野外去 涉猎 这个野生动物 来弥补 这个家庭的 这个食物的不足 他的母亲 博尔帖 在采野草 来煮的 来补充家里 这个饭食的 这个不足 那么也在小河边 就钓这个野鱼 食品紧张到 什么样的程度呢 到孩子们之间 为了 争夺这个食物 到互相打杀 到这样的地步 那么陈吉思汗呢 就把他的一个 在钓鱼的过程中间 钓河里的鱼 那么中间有一个弟弟 钓到了鱼 自己煮的吃掉了 没有拿回家 给大家分 那么陈吉思汗 就组织自己 其他的几个弟弟 把那个弟弟 给射死 就食品的争夺 到了这样的地步 非常的艰难 当然 这件事情以后 引起了他 这个被射死 这个弟弟呢 不是他自己 这个母亲 波尔帖夫人生的 是他的这个 我们讲的树母 所生的 这波尔帖夫人 都非常的愤怒 所以我们家里 已经到了 什么样的程度呢 到了 除了自己的影子 任何朋友都没有 这蒙古语的俗语了 影子 影子跟着人的 到这样一个孤单的地步 你还要把自己的兄弟射死 怎么有希望啊 我们家族 这样批评他 这个对陈吉思汗的心灵 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他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 当然 这样的环境 坚忍不发的环境 甚至能够射杀自己的弟弟 所以他在战争中间 他也是很冷酷无济的 在这样的环境中 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过 那么另外呢 当时统治蒙古部的是 他的曾叔祖父 就是他的四代祖先 曾祖父的一个兄弟 我们讲的 安巴海可汉的 这个后裔 叫泰赤物部 这部分人控制蒙古部 势力比较大 然后这部分人呢 看到陈吉思汗比较勇武 那么非常害怕 陈吉思汗成年以后 会夺取部落的控制权 所以对陈吉思汗家族迫害 造成陈吉思汗东夺西藏 他们甚至想把陈吉思汗杀掉 那么依靠的这个 泰赤物 就是这个 另外这只贵族家里的一些 不明保护 实际上出于怜悯 看到陈吉思汗家里 确实很可怜 他们家族在生存下 那么到了陈吉思汗 成年以后 他的母亲 把这个 洪吉拉特布 原来小时候定亲的 那个女孩子 给娶过来 我刚刚讲的不对 就是陈吉思汗的母亲 名字叫柯伦 他娶的那个姑娘 叫波尔帖 把波尔帖娶过来 娶过来以后呢 就成亲了 成亲以后呢 这个 我们也不得不讲一个故事了 就是蒙古草原上 盛行这个 抢结婚 就是很多英雄啊 他的夫人是抢来的 那么野兽该 他的父亲 这个夫人 就是陈吉思汗的 生母柯伦 就是他的父亲 当时呢 他的母亲柯伦 正在出嫁的路上 嫁给谁呢 嫁给我们讲的 今天在蒙古高原的 东北部 今天的俄顿河 这个流域 阿尔 罗尔古纳河地区的 一个部落 叫做米尔齐部 米尔齐特部 这个 柯伦这个夫人 也是洪基拉特部的 他们把这个女儿 去嫁给 这个 米尔齐特部的 一个贵族 在出嫁的路上 被野兽该 带着一伙人就抢了 抢去以后 就变成我的夫人了 那么这样呢 米尔齐特人 就记住了这个仇恨 好了 现在野兽该的儿子 当家了 就铁木真当家了 铁木真也讨了夫人了 好了 就除了太痴无人 来 这个对成吉思汗家族 进行压迫疑问 米尔齐特部人 也来进攻 在慌乱中间 由于成吉思汗家里 马非常少 敌人夜里攻来 就逃到 每个男子 跳着一匹马 就逃命跑了 成吉思汗当年啊 惨到什么地步 他自己雇了自己逃命 连他的 这个新婚的妻子 波尔帖 连一匹马都没有找到 就被米尔齐人抢走 那么抢走以后 成吉思汗日思夜想 怎么样把自己的夫人 给救回来 所以找了其他蒙古各个部落 来帮他的忙 他怎么帮忙呢 他的夫人当时 从洪吉拉特部 嫁来的时候 带来最贵重的嫁装 就是一件 黑色的貂皮 做了一件大衣 成吉思汗没有更好的礼物送礼了 他就把他夫人 那个皮嫁的 这个貂皮大衣 找到了 今天居住在蒙古高原中部的 强大的一个克列部的首领 叫王汉 这个人自己王 就是国王的王 被封为王的汉 这是他的头衔 他真正的名字叫托克利利 就是老鹰 鹰的意思 那么这个王汉呢 是当时蒙古高原中部 势力最强大的 一个部落 克列部的首领 成吉思汗就找他 说啊 王汉 我要称你为汉父 为什么呢 说因为我的父亲铁木哥 这个这个野苏盖 曾经跟你结拜为兄弟 在你曾经危难的时候 因为克列部内部贵族 为了争夺这个捍卫 也曾经 你争我都杀来杀去 王汉曾经是一个失败者 失败以后 他就落荒而逃 最后是蒙古部的野苏盖 带着军队到克列部 就平定内乱 王汉回来 才做了克列部的首领 所以他们互相之间 结为一兄弟 那么成吉思汗呢 因为自己的父亲和王汉 曾经结为一兄弟 成吉思汗就说 我把你当做父亲来看待 成为你汉父 现在我有为难 我的夫人被抢走 你一定要帮助我 好了 王汉答应 出兵了 那么另外呢 蒙古部中间 还有一只 叫扎之拉特部 这个部落的首领 叫扎马哈 是成吉思汗小的时候 一起玩耍的同伴 那么他也变成一只 蒙古部中间 另外一只人的首领 这样呢 三方阅病 我们一起向米尔其人 进宫 果正 把米尔其人打败了 猜把 他的夫人给救回来 他救回来的时候呢 这个 他的夫人 这个波尔提夫人 已经怀孕了 生下来的孩子 就是长子 住世 所以呢 后来 这个蒙古 成吉思汗的家族中间 一直有人质疑 就是成吉思汗 长子的血统 是不是成真正 他到底是 田木珍 所 的孩子呢 他还是被扶到 米尔其 被分配给了 一个米尔其 贵族 所生的孩子呢 就是分在 住世后来 建立了 金战 汉国 在俄罗斯 统治俄罗斯 就是这个家族 那么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战争中间 由于打败了米尔其人 俘获了米尔其人的人口 牲口 那么成吉思汗开始壮大起来 壮大起来了 那么另外他也锻炼了一个在草原上 今天我们讲的 这个联合 不同的势力 为达到一个目的 联合能够团结一切力量 这样的一种能力 那么后来呢 成吉思汗在这个 通过这次胜利以后 他的不明增加了 不断有过去 曾经 从他的父亲死了以后 原来属于他父亲的庶民 归属到其他贵族的 跑回来了 他们还记得自己的老主人 现在老主人的孩子 发达起来了 他们归属过来 所以成吉思汗的力量 慢慢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以后呢 他和他的盟友 他小的时候 一起长大的 那个扎马哈 帮助他那个扎马哈 蒙古部的另外一支贵族呢 他们两个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就是究竟应该由谁 作为蒙古这个大部落中间的英雄 派斥过人 就是迫害他们的那支 帮助过他的 扎之拉和成吉思汗 三足鼎立 那么这个呢 这个扎之拉的部和泰赤文人联合起来 向成吉思汗进攻 那么这个 这次战斗 是成吉思汗一身中间非常重要的一次战斗 历史上把它叫做十三翼 这这翼就是翅膀 就是军队啊 划分成十三个军团 双方都是十三个军团 组成十三次部队 然后来对决 双方都投入了三万多人 就是草原上这个很大的规模 那么战斗中间 实际上是 成吉思汗经过血战以后 失利了 扎木哈的部队 产生 但是损失也很大 那么扎木哈的部队 俘获了一些 蒙古 成吉思汗的部下以后 把他们杀了 当时很 我们讲的很残忍的 要把他们放在锅子里面煮 煮熟了 又要 要吃他们的肉 那么这实际上是 因为蒙古部 贵族之间 我们讲的都是 雪莲的精 大家都是亲戚 都是一个老祖先下来的 贵族 底下的部名不见得是亲戚 但是贵族之间 大家数数数 几代祖先都能数到一起去 那么这样呢 造成了 这个扎木哈和他的部下的恐慌 说怎么能这样呢 就是打败了人也不能这样 这样明明 产生的一方 反而有人觉得 成吉思汗很仁义 就奔投了成吉思汗 造成了失败一方 反而壮大了 这个胜利的一方 反而弱小了 就通过这一次战斗之后 成吉思汗赢得了大多数蒙古部 就是他自己所出身的 那个部落的部名的支持 既然是在审栅下的城市 而是在审栅下的城市 那是在审栅下的城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